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为什么 思想是发财的道路 开始之前 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的时候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 我们接下来讲讲 为什么思想是发财的道路 说到这个思想 那就不能接续谈到 我们现代教育的策略跟模式 为什么先谈到我们的教育模式呢 因为学校 它是我们人生中第二次 也是最长时间的受教单位 自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 无论是诸子百家各有所长 所以不一定是大家所认为的 儒家的思想会影响我们最大 包含法家的制度 墨家的奸爱 道家的无为 甚至阴阳家的学说 都对我们的思想有很深刻的影响 这个时候 我们从历史上的轨迹来看 读书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在民国以前的封建时代 读书是为了出世 也就是为了当官 为了产出标准化的官僚体系 所以我们的先贤设计出了科举这个模式 以明经近似的模式 来选出高等公务员 以及一般的公务员 然后给百姓一个学习的榜样 有些朝代也会出现了 少年这种非经考试而特命的出世方式 有点类似台湾现在的检任官员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西方欧美世界在18世纪 所研发出来的SOP的标准作业程序 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前 就已经利用这种方式来衰选出政府运作的体系 从历史上来看 举凡科举严明的时候 国力都相对较为强盛 当科举图形式充满了腐败或内定 那么那个朝代就会开始慢慢的没落 例如什么呢? 例如蒙古人所统治的元朝 满清初期的顺势与康熙朝 道光以后的科举都是充满了内定与腐败 国力也衰败了十分快速 这个部分就是不断的重演历史的状况 所以啊 中国为什么可以传承几千年 各自有各自朝代的辉煌时代 数千年来 综合的国力都是远超过欧美 这都要感谢我们列祖列宗 各方贤达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 淬炼以及科举的SOP 让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唯一 维持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直到近代因为制度的腐败 人治大过法治所产生的问题 才导致欧美列强的打开门户 彻底的被践踏侵略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奉行SOP 为什么欧美的却强过了中国和发展迅速 难道是透过了外星人的帮助吗 不化学之类的文化或是科学 中国都是远远超过欧美的 但是最终我们败给了外族 原因到底在哪里? 原因就是我们只把这个SOP 放在了初四上面 可欧美却是把这些SOP 放到了民间发展上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才会在一百多年前 几乎毫无招架之力的尝到了溃败的滋味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我们近代的教育 游和了西方的体制与中式的科举 让我们来庆行的教育的改革 把过去的同生 秀才 举人 奸身等不同的教育程度的身份 改成了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科目 目的啊 就是用这种类似科举的模式 让教育广泛 明智能开 培养出来 能成人才 无论在出世或是入世方面 都能够驾轻就收 利用过去的教育能量 来为自己与社会的需求 做一番结合 直到目前为止啊 所有的社会 对于学子的教育 氛围仍然是两耳不停窗外 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啊 意思就是 你只要好好念书 其他的大部分的事情 都由老爸老妈或长辈去处理 你只要把公民 也就是学历考好毕业了 那么你就匹吉泰来,人生顺遂挂宝阵了 各位 你所受的教育 应该就是这样的想法吧 但是 我们真的从大学毕业以后 就真的人生顺遂 一帆风顺了吗 真的是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得名天下之了吗 至少七成以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或是高中就业就学 就会发现怎么这个社会的现实面 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 就是我们就算学有专精 会写程序 会自图 懂外语 怎么挣着钱 就好像回转寿司一样 刚刚转到眼前 然后就不见了 可能是资历不够吧 想想看 熬个几年 看会不会涨点工资 薪水 让自己不用再挤在小小的尺寸之间生活 好一点的 用高工时换得了高收入 然后不断争取更高的收入 用了更高的工时 然后消费支出的更多 最后账户上是有一大串数字 但是从来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使用这些金钱 更别提 努力十年之后 数字可能跟老师一样 还是短短的坐金见轴 然后我们还在跟下一代说 你要好好念书 未来才会有出席 明明父母那一辈 因为环境的关系 没念什么书 但是买车买房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人生的必经之路 怎么到了我们呢 就好像是怎么样 念到了硕士啊 不贷款买房买车 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问题出在哪里了 是分数考的不够高 还是文凭学历不够漂亮 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为什么这个社会 对保读诗书的新兴学子 要这么残忍 这个答案 当然出在于思想上面了 我们透过了强大的SOP 企图把每个学生都当成状元来培育 但最后社会 他不需要状元 那我们学的东西 最后只能用最廉价的金额 兑换成劳动力 然后再取得薪水工资 思想是人生的道路 老师一直对每一位来咨询的贵客 或是很多视频中 不断强调的一个概念 如果思想也没有被激发出来 那么再高的学士 也只是轻弹的高手 不会被社会所需要 当然 你也没办法取得社会的财富 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那么什么样的思想 可以让我们不要说发财 可以至少可以先安身立命呢 首先我们还是可以从小处着手 这时候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看 或许列祖列宗曾经给我们开示过 也说不定啊 那么老师先举一个自己的例子 来给大家说明看看 老师啊 有三个女儿 两个读了小学 在台湾曾经有一度很风靡 由日本传过来的偶像学员 或是假虫王者之类的卡片游戏 他是必须投币之后取得卡片 然后再用街机来对战 每次30元台币 大概就是八元人民币一张卡片吧 可以玩一次 当次可以玩一次 然后以后跟朋友对战 再投30元台币 每张卡片 都到从普通到稀有 甚至极稀有的卡片 小朋友啊 之间都会看谁有什么卡 然后互相攀比 每到假日或是放学 一堆小朋友就会挤在游戏机旁边 开始投钱 刷卡对战 然后很多时候啊 旁边站着父母 手上拿的卡册 里面都是几百张的卡片 等着孩子出征之后的战利品回来 收进去 当然除了这些学校内的攀比 当然比比皆是 老师身为一个商人出身 不会让小孩子玩这个 但是孩子还是因为有这个可能 因为没有这些东西 在学校受到一点排挤 小小的心灵 他们会有点受伤 为什么别人有 然后我没有 老师有一天就把小孩叫 叫过来 跟他们说 爸爸知道你们会觉得同学有一些游戏很棒 或是有些东西你想买 这是一定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 无论是卡片 玩具或是衣服 甚至你们长大之后 还有所谓的包包 饰品很多很多东西 这都是很正常的 爸爸也有想要的东西 这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爸爸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任何东西不管他多少钱 你会买 代表你喜欢 你想要 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 这些东西 从你买来的那一瞬间开始 就进入了损坏的倒数 就像你们幼儿园人的玩具 你们不用了 花很多钱买来 现在都坏了 看过了书 现在也坏了 就是现在也还好的 你们也不用了 为什么呢 那都是我们花钱买来的东西啊 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不能为你产生作用 那么他可能就是无用 或是浪费的行为了 这么说好了 偶像学员者卡片 东西很多 很漂亮 一张三十元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十张三百元 一百张三千元 我们先不提这三千元 我们就先说说这三百元 因为要玩的话 一张你没办法玩 怎么的都得十张吧 十张三百元 这三百元买了之后 他也不是就可以一直玩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每玩一次 还要得花三十元 玩不了几次 很多人就几十张卡片 对不对 如果 就算是用你自己的利用钱去买的 你花了算六百块 好了 这六百元 你可以去超市 买一大堆零食饮料 或是买你任何想要的小文具 笔记本 贴纸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们把它换成一堆卡片 当你不玩的时候 这些东西不能吃 而且你还不想丢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用钱买来的 好了 你用不到 你也不能把它换其他东西 收到你钱的老板 把你的钱拿去买吃的买喝的 然后你没有办法去买到你需要的任何东西 包含你的温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钱花在想要的事情上面 剩下来的卡片 就像你以前很喜欢的巧虎帖子 现在送你 你都不要 为什么 因为你不但不需要了 而且你也不想要 综合以上的家庭教育 老师的女儿 对物质的需求跟认知 就不容易被欲望所牵引 人家需要有的 我不需要 那根本就没有痛苦的产生 各位 全世界的痛苦 都是来自于想要 有得不到 以及拥有后 我又失去了 还有一件事 我什么都有 这个也很痛苦 这个以后我们开个专业的视频 来谈谈这件事 这个认知啊 就是老祖宗告诉我们的什么呢 格物自知 看见事情的本质 了解需求的真谛 那么我们便能不以物而喜 也能不以无物而悲 所以我们可以从再度的 从这里了解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价值的认定 从来都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 物赢需求 而有价值 就像老师来说 开车 开宾室 但是法拉利 跟开Toyota 并没有什么差别 老师开过宾室 也曾经拥有过宾室 但是现在开Toyota 也没什么不对劲 老师的贵客 很多是开的宾室 甚至法拉利 还有蓝宝精灵 来接送老师 但是老师还是开一个Toyota 而且还是二手的 老师会因为没有开等值的跑车 名车 豪车 而不能当老师吗? 老师的价值不在车的上面 那么老师的价值就是相对于贵客 所认定的 而不是绝对的 所以人要发财 肯定是一项专业做得很好 例如管理专业 创作专业 建筑专业 金融专业 甚至有人用人际关系 你很会跑业务 你很会找关系 这些都是专业 而这些专业中的佼佼者 能在他们的领域中 解决了客户的需求 而产生的价值 所以会有比较好的价格 所以他们发财的机会 自然是比别人高了 那么做好了一件事情 就一定能够发财吗? 不一定 因为你必须热爱这个专业 你可以为了这个专业 废寝忘食 无论多么艰辛 多么艰困的环境 你都乐呵呵的 可以把它完成 而且这项专业 能让有需求的人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那么你就可以发财 因为客户需要 而你能够提供 这就是发财的原理 所以马云如此 马化腾如此 比尔盖茲如此 每一个人成功都是如此 他们的本意不一定原来就是要发财 但是他们热爱他们的专业 来解决别人的问题 创造他人的需求 那么发财也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就算没有世人所认定的发财 但是肯定在人生的最后一天 自己对自己人生也会打上一个值了 这个评语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圆满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热爱 而只是会做一件事情 那么他所做出来的仅仅是可用或是堪用的 到头来最终也只是劳力兑换 想发财 没有办法 因为你自己做了都不喜欢 更不可能多付出点心力在上面 那么又哪里有机会可以成功呢 人生在世啊 求的就是所愿满足 这四个大字 买得到的东西 都难以真正的满足 唯有把心力放在自己热爱 且能够帮助到另外一个人的事情上面 这样你不是财富上的发财 就是你心灵上的富有 而且你更可能两者兼得 所以想发财 你热爱你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吗 你热爱的事情能够帮助他人达到需求吗 如果可以发财 你不用算命 你是一定会的 但是如果你为了发财而去做某些事情 那么最终我们会失去了人生的价值 有一天你对自己人生会感到不值 因为你穷的只剩下钱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人身上能够真正的发财与圆满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下方有我们2020年的流年解析 及老师推荐的各项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浏览老朋友回顾 若您愿意赞助本频道 下方也有赞助方式 若您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这里有老师的微信号 可以与老师联系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